各位老师精神,今天跟大家研究的一道宣伟精糖国鱼 我记得小的时候去鱼塘里面钓的就是这种塘角鱼 还有一种地方就是在田沟里面也可以经常看见它们的身影 但是现在的田沟里面已经很少见到了 基本上都是养殖的多 在购买的时候最好是选一些公鱼 它的幼稚比较结实 所以在成菜时的口感会更好 第一步先把它放到砧板上拍晕了 再把里面的鱼塞取出来 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因为在鱼头的两边会有两条硬的翅骨 而且还很锋利,一不小心还会伤到手 把里面的鱼塞和鱼肠取出了以后 再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 今天精选的这些都是公鱼 鱼身细长,而且里面没有油脂房的 糖角鱼本身的药剂细嫩 而且气骨偏撒 非常适合用蒸汽的方法 清洗干净了以后 再把它放到砧板上面 给它打上花刀 这样不但在蒸汽的时候加快它的熟度 而且还会更入味 在打花刀的时候在鱼身上切入 它的宽度的三分之二 不要切断,让整个鱼身连在一起 接下来是准备配料 这些是经过腌制以后的酸酶 它会带有一定的咸味 先把里面的盒取出来 然后再把它切碎 现在看到的这些酸酶已经腌制有一定的年份了 它的味道酸爽还不嗆 还会给人带来一种开胃的好处 料头除了酸酶以外 还有适量的姜细 切好后把它放和鱼一起开始调味 适量的酸酶酶 盐、生抽、料酒可以起到一种去腥增香的效果 调好后再把它搅拌均匀 上一步直接把它有序的摆放在盘子上面 加入酸酶一起蒸汁的好处 不但提升鱼肉的鲜味 而且还会更醒味 摆好后再把它放到蒸锅里面 上汽后开始算起,整个蒸汁的时间大约在6分钟左右 时间到,把盖子打开 先用好筷子加一下,看是否熟透 出锅后再给它耍上适量的葱花 淋上药花生油 一道酸梅蒸糖角鱼就继续完成 起菜的特点 鱼肉鲜嫩结合酸梅的味道 让人胃口大开 搭配米饭 绝对吸到合格的家常菜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